或者是所謂的殿堂場合 但不論如何我都希望可以 如果大家對一些所謂的 我們今天涉及的課題 所謂的形容上學 所謂這個方面 這個物理後正中現代的想法 有些就不準確 故事先講 如果對這個形容上學 或者對這個physics 有些興趣有些研究 希望這個至少可以啟發到大家 這就是道論第一部份 第二部份是uncosm 希望可以多些互動 cosm 我的現代中文叫甚麼 cosm 我的現代中文叫甚麼 原因 原因 是 原因 古文 古文是很簡約的 就是一個字 因 是不是 我們一起大家考察一下 這個現在在我們的歷史時段 在我們的平常語言 平常思考裏面 我們是怎樣使用原因這個字的呢 我們是怎樣使用原因這個觀念的呢 原因這個字和其他甚麼字是有些很直接的關聯 原因這個觀念和其他甚麼觀念很直接關聯呢 結果 沒錯 沒錯 古文也很簡單的就是說一個字 果 好嗎 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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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字與結果很有物質關係 是吧 那還有哪些字也是有很直接的關係 通常我們 原因是回答這甚麼問題 回答甚麼問題 你會說是原因 為甚麼 剛才我已說的 為甚麼 為甚麼 就是廣東話 就是用現代的中文是甚麼 為甚麼 好,现在中文卫浸过,古文卫浸过 另外原因是为甚麽问题的答案 是否所有为甚麽问题的答案都会说是原因 大家为何来听今天的讲话 生招牌 生招牌 因为这个生招牌 这个答案来 那么多我都没有理解 你为何来听言讲 求知 求知没错 说要求知 但你会说求知是来听言讲的原因 我们会这样说 我们说求知是来听言讲的什麽 差不多了 目的或者理由 其实刚才永坚兴也讲得很好的 ��겠습니다 就是说个目的 对于我们说的理由和目的 其实就是很紧密的 甚至是否一个意思 或者不是都已经很紧密 好,大家来听演讲的,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理由, 有个理由就是,刚才张轻轻讲的是不是理由呢, 还是原因呢,你问为什么会来听演讲,因为这个叶泰良先生是生烧牌的, 这个是理由还是原因呢,我们怎样分理由和原因呢, 是不是似乎个agent是有所知识的,又出了个agent, 当我们认为讲理由的时候,一定有个agent,一定有个行动者, 没有行动者,我们不会讲理由是吧, 那个天乐月有什么理由呢,我们现代人的讲话就是没有理由, 问到有什么理由,一定是和行动者有关, 是吧,而特别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人,当我们问狗, 那只狗来疏我,有什么理由呢,大家觉得可不可以这样问呢, 我们觉得某程度可以,是吧,但植物的时候, 那只狗花放在这里,结果它就要这样生,有什么理由这样生呢, 我们会不会这样问呢,好像又再差一点, 当石头有个岩石在海边,被海浪拍打的形状, 你问我们什么石头是这个形状呢, 如果你问理由,有什么理由是这个形状, 我们觉得不可以这样问, 好,现在慢慢整理一下,原因和结果是什么来的, 在我们的想法里, 原因和结果是一个事物还是一个事情, 事情是, 结果呢,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事物还是事情呢, 好,我们要考察我们现在, 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里面, 我们对余恩结果的想法是什么事情呢, 比如我问, 刚才问,为什么来听演讲, 有些答法就是,就是为着求知, 有时候我们会判断这个, 我们会同意这个就是目的或理由, 对不对, 所以问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在现代我们的语言思考里面, 一做答案就是理由,对不对, 另外,有些人问为什么, 这个刚刚好, 刚才轻提了答案结果, 对我们很有用,所以不要恶多它, 为什么来听演讲呢, 因为这个讲车是生蕉牌, 这个时候这个是不是理由呢, 还是这个原因呢, 现在问了, 看到葵光兄穿着一件语勇, 我问你,是什么来的, 是什么来的, 是绵勇, 是绵勇, 名字是绵勇, 绵勇, 为什么穿绵勇, 那你会怎样教, 因为动, 这个时候, 因为天冷, 所以穿绵勇, 这个时候, 这个天冷是理由, 就是原因, 这个就是原因, 结果, 那我发觉, 现在天冷是原因, 昨年纳, 就是这个结果, 是吧, 原因的结果, 是不是都是事情来的, 好, 好了, 英文,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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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原因结果是一个事情来的, 原因不可以是一个事物, 是吧, 在我们现在这个小时代, 我们对原因的结果想法, 我们会否说一个事物, 是一个事物的原因, 是, 会说是吧, 但简化的方法, 其实你真的要说是一个事情, 是一个事情, 是吧, 是吧, 我发觉原因和结果都是事情来的, 是吧, 我发觉我们现在这个, 以历史时段来说, 为什麽呢, 问这个为什麽呢, 答案是, 我们准理出来, 有两种, 会否有其他呢, 我们在哪个障合不需要回答, 有两种都很典型, 一种答案就是答理由, OK, 但理由我们就不会认为原因, 是吧, 问题你问是什麽, 就问结果是什麽, 所以这个理由,